2022年6月5日上午11点,长征2号F摇改14运载火箭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火箭飞行了大约10分钟之后,将搭载三位航天员的神舟14号载人飞船准确地送入预定轨道 接下来6个多小时,神舟14号飞船经过多次轨道调整,完成了和核心舱的对接动作 在那天下午5点,中国空间站也迎来了第三批宇航员 这几位宇航员在接下来6个月的出差中要完成的任务比较艰巨 简单的说呢,要把空间站的规模扩展到现在的三倍 具体来说,当时在天上只有一个核心舱 而今后半年内还会有另外两个实验舱,也就是问天梦天飞上来和核心舱对接 对接完成之后,宇航员还要把两个实验舱转位 转位的意思呢,就是把两个实验舱从对接口转移到停泊口 对接口跟停泊口在外观上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在功能上有一点点区别 对接口有微波雷达等等能够直接完成对接动作的设备 而停泊口呢,不能直接的对接 需要机械臂协助完成对接 这次任务史无前例的繁重 所以宇航员停留在太空的时间也格外长 为了能让任务顺利完成,宇航员也更加年轻 而且其中两位在天宫一号天宫二号生活过15天和30天 这期的科技参考我并不是要介绍宇航员今后的任务和那些科学实验 毕竟还没开始做呢 这期我们来说说宇航员的饭菜 这方面的内容既贴合我们的生活 也能让我们对宇宙空间里生活产生一丝森林奇境的体验 太空食品从出现到今天只有61年的历史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太空也就是前苏联的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环绕地球108分钟那次 他就携带了太空食品 那次的报道非常集中 今天一提到太空食品就让人们想起牙膏状的食物 其实最早就是来自那次任务的照片 1961年4月12日 别看加加林上天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竟然带了10公斤的食物 就是那种装在牙膏包装里的食物 一管160克一共带了63管 当然任务执行期是肯定吃不完的呀 但是也没少吃 加加林吃掉了两管牛肉蔬菜泥和一管巧克力酱 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馋啊 总共就这么几个小时的任务 紧张担心还来不及呢 这胃口也太好了吧 人几个小时回来再吃啊 其实不是加加林馋或者饿 是因为吃是这次任务的一部分 因为他上天之前科学家们甚至不确认 人到了太空之后吞咽功能是否还健在 于是加加林不饿也得吃一些 经过这次尝试 人们发现吞咽功能在宇宙中不怎么受影响 于是苏联此后还开发了 直到今天依然广泛使用的小块技术 就是把要吃的东西提前切成一口一个的小块 避免宇航员吃饭的过程中还需要做咬断啊 咬碎啊这样的动作 随后上天的除了牙膏状主食之外 还有一口一个的饼干跟小面包 中国航天员吃的月饼也是这样的 一口一个有皮有馅 当时做成牙膏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把所有的营养方便的添加进去 这样宇航员就不用再像地面那样 需要吃好几样不同的食物 才能满足全天的营养需求了 但是这种牙膏状的食物也只有前两次吃才有新鲜感 只要连续吃上四五次 就会让人失去吃饭的乐趣 那就更别提长时间停留在太空 靠牙膏续命的生活了 美国登月之前曾经用两个过渡的计划 来完成登月前的准备 一个是水星计划 用来解决发射中的各种问题 一个是双子星计划 用来解决宇航员长期在太空生活的各种难题 在1965年的双子星三号上天的时候 当时宇航员约翰阳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从兜里掏出了一份咸肉三明治 和飞船里的另外一个宇航员掰成两块分吃了 这可不是任何太空食品 它就是跟快餐店里卖的一样的三明治 掰开的时候 座舱里就开始飘起各种碎渣了 只是因为那次任务只有四个多小时 马上就回到了地面 于是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但也把NASA的领导吓坏了 后来还为此开了听证会 其实不止美国宇航员几率散漫 苏联宇航员也干过类似的事情 而且更夸张 两位宇航员先偷偷的减肥 然后在宇航服务里偷偷的塞了一瓶 1.5升的白蓝地 那是1984年苏联空间站礼炮7号 两位宇航员在破破烂烂 充满异味的礼炮7号里 能撑200多天的时间 和这瓶白蓝地是分不开的 后来资料披露出来 两个人每天只能喝一口 大约7.5克 而且后半瓶酒 当时怎么都倒不出来了 非常非常的遗憾 从这个小事我们也可以看出 宇航员当时对那种牙膏状的太空食品 是有多么的不喜欢 这也让各国航天部门开始动心思 改进食物的品质 比如说1966年的时候 苏联就设计出了100种左右的太空食品 比如说炖牛肉 土豆泥 罗宋汤 炸虾 鱼子酱 能用真空包装跟罐头封装的 就不再碾碎做成牙膏状了 美国的阿波罗计划里也开发出70多种食物 包括咖啡 培根肉 玉米片 烤鸡蛋 奶酪饼干 咸肉三明治 而且还就是约翰阳偷偷带上去的那种状态的 咸肉三明治 还有巧克力布丁等等 这样一来 食物进入口腔之后就需要咀嚼 咀嚼带来不同的软硬口感就出现了 吃饭的快乐就又回来了 所以实际上 大家印象中的牙膏状的太空食物 只是人类探索太空前五年的主要形态 后来的发展方向是 能不做成牙膏状 尽量不做成牙膏状 今天除了土豆泥 果酱 这些本身就是牙膏状态的食物 基本已经见不到这种形态的太空食物了 太空食品有两个最重要的标准 第一是健康 第二是安全 所有的太空食品 都是在这两个基础上设计出来的 什么是健康呢 营养成分权当然是必须的 但同时也意味着少盐少油少脂肪 口感有点类似于月子餐 以今天大多数人的口味来说 那都属于太清淡了 当然除了地面上有的营养成分之外 还要额外的补充有助于补钙跟增强肌肉的成分 因为这些都是航天员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 那什么是安全呢 首先就是要避免残渣的出现 所以最初都是牙膏状的食物 后来有了饼干 只不过都是一口一个的那种 吃的时候要求紧闭嘴唇咀嚼 防止残渣飞出去 今天太空食品里还有调料 比如说胡椒面 可能有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种四处乱飘的东西 还能拿到空间站里去吃啊 没错 实际上胡椒面已经经过事先处理 是裹在凝胶里的 就有点类似于芥末酱一样的胡椒面 抹在食物上吃就可以了 此外还要求食物产生的气体量少 简单的说 大豆那是绝对不能多吃的 吃多了产气多 放屁多 放屁的问题也不是没让人担心过 还是那位曾经在吃上出过事故的 美国的宇航员约翰扬 他后来还作为阿波罗16号飞船的指挥官 登上了月球 那次任务停留在月球的时间接近三天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喝了太多的橘子水 也就是那个瘫果真 导致肠胃胀气 不停的放屁 于是他的宇航服务里味道非常浓重 他向NASA抱怨自己放屁太多的时候 正好还赶上了每日直播的时段 结果这段抱怨自己20多年来 从来没放过这么多屁的对话 也在全美驾驭呼啸 今天中国航天员的食品是由航天食品营养研究室负责的 第一次在宇舟中吃航天食品是在2003年由杨立伟完成的 那次有一口一个的月饼 红烧丸子跟红烧鲍鱼罐头 2005年神周六号的时候 米饭炒饭八宝饭就已经是航天员吃的主食了 今天已经有了100多种不同的菜品可以选 它们分为五种 第一种是计时食品 就是那些经过加工开袋就能吃的 比如说饼干月饼之类的零食 第二种叫附水食品 也就是经过脱水处理后的比如说蔬菜 在吃之前呢 要把冷水或者热水重新注入到袋中泡上一会儿 蔬菜的口感就会又回来了 当然汤类那就更是附水食品的代表了 第三种是热稳定食品 这类是今天航天食品的主力 比如说米饭 面条 肉罐头 特色菜 由于经过了高温灭菌处理 所以可以长时间的保存 第四种叫做符罩食品 听名字好像很恐怖 实际上这是现代食品工业 一种先进的灭菌方式 高能的X射线或者伽玛射线照射过的食物 也相当于杀菌了 但是由于并没有加热 所以不会大幅改变食物的口感 比如说鸡爪 牛排 海鲜 就是这些食物的代表 第五种是自然食品 也就是不用加工 缘分不动就可以吃的 比如说水果 西红柿等等 但还有一点 可能是大家出乎意料的 中国航天食品的开发 还有一个原则 那就是不追求美味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不会去找什么经验丰富的大厨 想方设法把经过特种方式 加工的航天食品 再给优化一步 让味道达到最好的状态 因为这样做可以防止航天员吃过量 尽管每个航天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意志坚定的人 但相对于地面生活来说 太空舱里极为枯燥和狭窄的空间 会时刻给人压抑感 宇航员在太空舱这种压抑封闭的空间里的 排解方式就是不断的吃 这是唯一的宣泄口 这个时候如果食物还极为可口的话 那就难免吃成胖子了 人在几个月内本来就缺少运动的环境下 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发胖 甚至可能连出舱执行任务的那套宇航服都穿不上了 别看宇航服的套装好像是非常臃肿的 那只是因为设备多跟材料复杂 才让它显得臃肿 实际上内部的空间是有一些拥挤的 人如果发胖太明显 很可能就穿不上宇航服了 此外肥胖还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 在地面上不明显的问题在太空中都会被放大的 于是为了预防这些问题出现 太空食品依然只追求健康和安全 口味上是特意的维持在不难吃的水平上 如果你好奇心重 想尝尝到底什么才算不难吃 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太空冰淇淋 这就是典型的将将及格的口感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冰淇淋是经过脱水处理的 关键点是它竟然是常温的 根本就不凉 吃起来像蓬松的奶酪 不提醒它是一个冰淇淋的话 人绝对是猜不出它是什么的 经过以上的介绍 你可能也开始有点同情那些宇航员了 他们为了顺利的执行任务 其实一刻也不能放松 哪怕是打吃一顿